大家好,欢迎收看由千锋教育集团旗下高端纸品买好程序员为大家提供的快速玩转Spark系列之Spark号,我是主讲人志哥 那今天呢我们主要学习的字典呢有如下四个 分别是为什么要学习Spark,Spark和MapReduce的对比,Spark框架体系和Spark下载 如果大家对视频当中的大数据感兴趣的话可以添加我们千锋大数据学习营的QQ群 这篇里边呢有老师为大家讲解和平时有海量视频分享给大家 那么OK,接下来我们开始正式学习 那么OK,那么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呢Spark的框架体系和当前我们对Spark当中的主件进行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呢再来给大家画一张图,我们来说一下大数据的框架体系 那么在大数据的框架体系当中呢,这个位置我们可以简单描述一下啊 啊,我们可以简单描述一下这个大数价的框架体系啊 首先呢这里我们大数据呢最先开始呢肯定是在我们当前的这个logserver 也就是我们的日志服务器呢来获取当前的一些日志信息 咱们在咱们这个logserver上啊 然后呢来获取一些日志信息 然后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对这个日志信息呢会通过一些一系列的操作呢来进行处理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可以通过如下方式 也就是说在这里咱们把当前的一些日志信息啊采集过来 那在这里呢我们主要会用到什么呢我们会用到当前的Froom 采集数据 咱们会用到我们的辅助吗啊采集我们的数据啊采集我们的数据 然后采集完数据之后呢那接下来呢在这里我们可以使用MapReduce 加点啊使用MapReduce对数据进行处理那在使用MapReduce之前呢我们有一个调度方向 也就是YAR啊资源调度方向 它呢会帮助我们管理当前我们MapReduce的一些资源使用啊 然后呢我们的MapReduce呢一般来说呢也会在当前那个YAR当中呢进行一些操作啊进行一些操作 然后咱们把MapReduce放进来啊MapReduce 咱们的MapReduce啊然后呢MapReduce处理完成之后呢我们还能得到一个东西 也就是我们可以继续使用谁呢分析眼前也就是Hive对数据进行进一步分析 Hive对数据进行一个进一步分析啊进一步分析 那么分析完成之后啊同学们 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将当前我们这些处理完的数据呢进行一个存储 比如说我们可以存储到三三种位置啊分别是我们的呃HBase啊 或者是什么呢我们的HDFS啊 或者是咱们的HDFS 或者是什么呢或者是直接出入到我们关系上一个数据库也是我们比较通用的像什么MyCircle MyCircle 所以呢在这里当我们处理完数据呢我们可以存储到这么三个位置啊 把它重联一下 咱们可以存储到这三个位置那通过这个三个位置呢将数据进行一次处理同学们 那此时呢我们就可以得到什么呢我们就可以在web UI 界面上进行一次展示 比如说在咱们那个web UI 界面上啊咱就可以进行一个简单展示了 那在这里呢我们会呈现出一种报表的形式 哎在这回呢咱们就可以把这个数据啊处理了处理之后呢咱们就会形成一种报表了 那么在这里呢不是说HBase啊或者 HDFS 中会直接操作到当前我们的web UI 界面 那一般来说呢我们产生报表的时候呢可能会在 Microsoft 当中产生当前web UI 界面报表给我们当前的web UI 人员啊 那像HBase呢和 HDFS 数据我们可能会进行二次处理 然后再传递到web UI 界面上 但这里呢我们就简单先连一下给大家说明一下我们可以最终将数据呢存储到web UI 界面当中 那么在这里说完整个大数据框架体系之后 那我们现在主要说的东西叫做Spark 那Spark在这里主要替代哪一块呢在这里同学们啊 我们的Spark呢主要是替代这么一块 比如说在这里我们的Spark呢是分析引擎 那这里啊可以进行各种啊数据数据的分析啊也可以对害物进行整合 并且呢也可以使用当前一亚这种资源调度器 那经过我们这种的描述啊同学们其实大家就可以发现了 其实我们Spark主要替代的是谁呢 其实就是替代我们当前啊MR所要完成的任务啊替代我们MR所要完成的任务 所以呢这里其实Spark所做的事情呢就是替代我们当前MR的一个操作啊 MR操作 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当前一个整个大数价的呃大数据的一个框架体系啊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啊我们的Spark呢不是一个可以做实实的吗 他怎么会做离线呢对吧 那这里他做他替代MR中会做什么呢接下来呢这里我们可以说一下当前我们当前Spark的一个框架体系啊 咱们这个里边的重要组件我们稍微往下拉一点 那接下来呢这里我们来说一下当前Spark的一个重要组件啊 咱们说一下这个重要组件 那在Spark当中呢我们有这么几个重要的组件是需要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 咱们简单介绍 比如说这里我们分别有什么呢 我们分别有这么几样 首先第一个 比如说叫做Spark Circle Spark Circle啊这个结构化数据 啊结构化数据 那除了Spark Circle之外呢同学们还有什么呢 这里还有我们当前呢 Spark Streaming实施计算 然后除了这个重要组件之外呢我们这里还有什么呢 我们还有当前的ML Lab 机器学习 除此之外呢这里我们还有一个组件叫GFIX啊 什么呢当前的图计算 那除了这四个组件之外啊同学们 除了这个四个组件之外呢 其实我们在这呀Spark当中呢 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基础组件 就什么呢就是我们的Spark 就是咱们的SparkCore啊 那在这里呢我们把SparkCore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咱们是个SparkCore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啊 那首先呢在这里我们的SparkCore呢 是我们当前SparkCore当中最基本的一个主价啊 最基本的主价也是当前一个SparkCore 框架当中的一个核心组成啊 一个核心组成 再来啊这个SparkCore呢包含了Spark的基本功能 包括任务调度内存管理 错误恢复与系统交互等等的方式 除此外呢Spark当前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 就是我们一直在讲的呢叫做RDD分布式弹性数据集 那这个数据集当中呢有很多种操作 我们在后期的学习当中呢会给大家讲解这个详细的RDD 除此之外呢在这里我们还有一个操作叫做什么呢 SparkCircle 那SparkCircle呢是一种结构化的程序啊 也就是结构化的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SparkCircle呢 在这里操作不同的 骇物啊 包括一些其他的表的结构 包括什么Json等等 除此之外呢在这里还有谁呢 比较流行的实时计算框架 叫做Spark史军名 它呢提供了一种流失计算 那么在这里呢提供了一些常用API 这个API呢跟我们当前 SparkCircle当中的API呢有些相似 我们呢在讲解SparkCircle的时候 和Spark史军名的时候呢 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 除此之外 另外在里我们还有一些机器学习库 那SparkCircle当中的机器学习库呢 提供的还是比较高端的 像我们提供的分类呀 回归呀 巨类呀 协同过滤等等 而且包括什么模型评估啊 数据导入等额外支持的功能 所以在里 SparkCircle的机器学习也非常棒 除此之外呢在里图计算呢 更不用说我们可以通过点呢 线呢来划分一个区域 来进行一些计算 那这些呢就是我们当前Spark当中的一些重要组件 那上面呢也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当前我们大数据的体系 除此之外呢在里我们也介绍了当前 我们Spark当前的一些重要组件 那么OK 今天的课我们就到达这里